歡迎回來GFL Productions 今天繼續玩超級高達大亂鬥 今天5月4日出了一個復刻任務 一個連攜軌跡裡的巴巴托斯和閃光高達 分析這兩部機體是否實用 我們先講講技能和看模組 看看格屬的巴巴托斯模組 這部巴巴托斯 這部巴巴托斯是 這部天狼型的巴巴托斯 他在打天使 那堆MA Mobilium Armor 一技是兩回合 單機的命中力加50% 極大傷害 如果攻擊對象是超Boss的話 就會有一個傷害加成 然後二技就是一回合 單機加50%攻擊 然後就是一個普通傷害 這個連攜軌跡是一個敵單體貫通的特大傷害 這個Ls沒有特別的 Ls沒有特別的 還有Ls上面只有1.5倍霜 就沒有1.9倍霜 這部機是屬於天使孤兒的系列 這部機我要先評價一下 評價這部機 先說一下優點 優點就是這部機 在天使孤兒的系列中 暫時最強連繫 不算傷害 傷害要打超Boss一定會高 但是很要命的一個點 就是他加命中 不是加攻擊 如果加攻擊 這部機就升價10倍了 現在他只能拿到A至S級 拿不到SS級 因為他加命中 這件事真的很自明 令這部機 輸出上不高 就算有連繫的底下 老實說 有連繫的底下 這部機 令整個組合 就不是十分強勢 說真的 所以你問我 這部機剩下的一抽 到這個年代裡 還有它的生存價值 譬如打 英雄關 如果你想硬爆 也有機會用這個組合 有機會硬爆得到 又或者 如果你打超Boss 也有機會 還可以用這個組合 以家屬來說 還可以用這個組合 但是 什麼時候淘汰 就未知 要看看他下一輪 出場的時候 意思是他連繫的攻擊 下一輪出場什麼時候呢 當然 個人來說 這部機 那個 連繫的機器 是很帥的 老實說 我真的覺得很帥的 拔了人家把大劍 然後放進去 但是 坦白說 再說一句 打這個 打星格戰 已經不輪到他 這個年代 還有鐵血菇兒系列 有兩部都能打到星格戰 這部機的生存機會 不是十分高 所以 我覺得 抽到回來 還有他的用處 我覺得還值得抽 你看到他百金交換券 交換所那裡沒有他 都證明了官方 都對他有一定程度的肯定 對了 那 就 對了 巴巴托斯說到這裡先 我會評價他一個A級的機體 A級的機體 那 等一下 也不要等一下 直接說 他那個 他一部一星機 上五星那部 就是這部 對了 一星上五星 我們看看技能 敵單體貫通超特大 對 二技就是四回合裏面 我軍的攻擊力加30% 四回合 Ls 都是特別的 都是那些 一星機體都算是這樣的 他所屬於的軍隊就是 加拉二號角的 對 我真的不知道譯是否叫加拉二號角 我聽到他譯到讀音都很像加拉二號角 所以先用這個名字 那 這部機體 為什麼要說這部一星機呢 原因是因為這部一星機 是和四星機做配合 對 這部一星機和四星機做配合 老實說 拿個參考例子就是 這個 這兩部防屬的連攜組合 他們的一星機各自都有加攻 對 縱使一個回合也好 單機一個回合加攻 對比起 這部巴巴托斯整個組合上 說真的 巴巴托斯的輸出 就不太高 當然啦 你說屬性有分別 沒錯 屬性真的有分別 嗯 我只能夠說 這部巴巴托斯 暫時來說 加屬了很多的 有很多連攜攻擊 包括 這部D.O 這個活動上的D.O 直接拿出來 這部D.O 這部D.O 已經很高攻 一星機又有加攻的組合 對 因為整個連攜的輸出上面 要看你一星機 要看你這部四星機 本身加完出來的攻擊力 再加上你 兩部機攻擊加起來 就等於 你連攜組合出來的數值 當然啦 不是說完全100%加下去就是 而是 他乘回比特上面 老實說 意思是 你當你這兩部機 即這個連攜組合 有加攻底下 那麼打出來的連攜輸出 就會更加高 那所以呢 老實說 他加命中 為什麼說他致命 就是因為他命中這個位 是很致命 加不到傷 加不到攻擊力 那令到整個連攜組合 加不到攻擊 重視會一星機 一星機加到攻擊力 4回合加30% 但是 3、4、12 好 120% 那 老實說 120% 你可以在第4回合才能發動 那如果你打超BOSS 那怎麼辦呢 又或者你打其他 又怎麼辦呢 對比其他組合來說 他的加成速度是慢的 慢的 甚至乎不高 所以我覺得這部機 我會保留 會保留 當然 他到現在都是實用的 對 對 要抽 我覺得都值得抽 對 那 抽不抽自己決定 那我自己就不會抽他離身 對 我覺得要抽這部 我寧願抽回地獄兄弟 對 不講那麼多唇舌 在這部 巴巴托斯 我們先講一下 閃光高達 無組就是 必殺技 就是閃光獎 好 看看一技 一技就是 兩回合中 單機攻擊 命中回避 加30% 那就極大傷害 敵單體 二技就是 一回合中 單機攻擊力 加50% 然後一個普通傷害 連攜攻擊就是打單體的 特大 對 貫通特大 超級霸魂電影彈 這個LS都OK 有1.9倍霜 對 這部機 老實說 當初我覺得他不強 但是發現到 到了這個年代 發現到 到了現在 我發現到 我覺得要自蓋嘴巴 對於這部機 就是想不到 對 營運對他的設定上 都幾 OP 我覺得 我會評價先 S級 S級 未去到SS級 但是有S級 原因是因為 這部機 先不說連攜 一技裡面 就加工 雖然單機加工 第二個回合去到60% 但是 當你再發動的時候 就有90% 比起其他機 比如天使 為例子 射屬的天使 為例子 整體的加成 攻擊加成 都很不同 不是十分高 但是 沒有天使 或機屬的V2 那麼高 但是 一件事是什麼呢 他耳機的加工 單機加工 還有連攜 攻擊下 整件事就很不同 拉回所有東西 還有 之前他G Gundam 那個 杯賽 老實說 我真的靠他 才獲得 真的 我覺得 這部機 我對他的評價 是高的 原因 還有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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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大用處 就是 杯賽 還有 剛剛 復刻了的英雄關 他都出場的機會很高 所以 你問我 值不值抽呢 值得抽的 都值得抽的 但是 杯賽 就未必有他份 如果 打G Gundam的星格戰 我都還會考慮出他 這部機的實用性 還有 坦白說 還有 不差 我會給他S級 起碼 對比起巴巴托斯 我會更加喜歡 閃光高達 大致是這樣 人物 分析 人物 坦白說 三日月 已經是舊的三日月 對上 第二新的 三日月 三日月 刀門 對 這些我再講 三日月 分析一下 三日月 數值也是那些 中規中矩 沒有特別 又不是特別高 一技 就是100%發動 全Buff 3% 如果機體和人物 都是同一個系列 就會加12% 然後 二技 就是100%發動 九回合 攻擊和回避 會加10% 如果坐的機體 是鐵華團 會加20% 第三個技能 就是80%發動 攻擊和命中 加5% 如果坐的機體 是防屬 會加15% 第四個技能 就是100% 敵單體 攻擊力和防禦力 減10% 如果坐的機體 是鐵華團 又是減20% 老實說 他 二技 反而有回合限制 但都加20% 都可以的 老實說 九回合中 你什麼情況下 才沒有用呢 老實說 是去到 打英雄關 未必能夠完全支援到 但老實說 我覺得都可以的 對比起其他 都可以的 那三日月 坦白說 我想我應該會開一個主題 給他了 因為有什麼專題 那 到時候再分析 哪個三日月 是最厲害 未必是越新越厲害 要保留的位置 留下一個小小預告 就是 不是越新越厲害 要到時候分析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那這個三日月 就拿 格屬 格屬 格屬未能完全對應 反而我覺得 熱源制 人物制 三日月 就叫做 對應到更多 但是 講到尾 這個三日月 都不差 都很值得入手 但坦白說 現在 免費抽 即人物免費抽 都有很多三日月 甚至最新的 無雙的三日月都有 所以 你問這個三日月 可以抽 可以用 但是 如果你有最新的 我覺得 可以不需要瞄準 他去抽 而另外 這個 部隊長技 也要告訴我 他是 防屬 對攻屬 完全攻屬 的攻擊 沒有減防 的 防屬 對長技 所以 他 打英雄關 他一定不會做隊長 但是 如果打超 BOSS的話 這件事很靈體 他可以做隊長 那 好了 這個石棟 這傢伙 猜不到 有他的份 那 講一講 他的技能 技能一 就是80%發動 攻擊 防禦 加5% 如果錯的機體 加拉爾號角 就加20% 那 那 第二機發動率 就是75% 敵全體的防禦 減15% 那 那 三技就是90%發動率 防禦 加16% 單機 那 第四技就是90%發動率 全體的防禦 和民眾加10% 如果錯的機體 和人物同一個系列 都是 Tigui的話 就加20% 坦白說 這個是一星 即是這部是給一部一星機 坐的 專屬的 那就沒有其他機可以專屬 那 這個人物來說 老實說 如果你們抽巴巴托斯 那 你想它 激活到整個連攜組合 就基本上 某程度上 我覺得你要追這個人 那 你問這個人 值不值得追呢 我覺得 很不值 很不值 一技是OK的 合格的 在這個年代裡面算是合格的 加20% 加20%是合格的 那 二技呢 都合格的啦 75%發動率 雖然有低一點點 但是 減15%的防禦都OK 那 就 三技 三技開始 和四技 就開始吃吃地招了 原因是因為它加防 老實說來打超Boss 加什麼東西防禦 然後 二技是加全體防禦 那 有什麼用呢 老實說 加命中加防禦 所以坦白說 對準技又不厲害 嗯 它 抽到回來的話 我覺得 錯了一星機 它就是為了一星機而存在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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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怎樣 到 半 점 等可以不厲害 這個 typically 是 要說一聲HAPPY BIRTHDAY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他5月1號的時候 或者再前一點 是他出生 總之應該這樣說 這個盜門是最新的盜門 亦都是 出了一年了 剛剛一年左右 先說一下技能 一技是85%發動率 全BUFF5% 如果坐的機體是 G Gundam 總之他專屬的機體 加13% 對 13% 2技是100%發動率 全BUFF5% 如果坐的機體是一個 新同盟 我沒什麼印象 總之專屬的話 都是加20% 3技是80%發動率 攻擊和命中 就加5% 如果坐的機體是 啤牌同盟的話 就會加45% 4技是80%發動率 敵單體全BUFF5% 如果坐的機體是 啤牌同盟的機體 就會減15% 基本上他坐哪一部機 專屬都可以發動4技能 但是 4技能都可以 唯獨3技能 有一點兒拿過 有一點兒保留 雖然加速數值很高 45%是 的確很高 但是3個回合 所以他命中的時間 就不是十分長 我覺得 個人覺得他打短期作戰 但是 這個盜門已經復刻了很多次 我相信 不久的將來 應該會出一個新的盜門 而 隊長技的攻擊加攻 這個盜門我覺得OK 他是值得抽的 是值得抽的 但是 提醒大家 他大詞也有 大詞也有的人物 你考慮一下抽不抽 另外這個 東風不敗 東風不敗 就是 是否最傷東風不敗呢 就 看看技能 85%發動率 全BUFF加5% 如果坐的是 位於我真的不知道什麼系列 就加13% 2的就是 100%發動率 5回合 攻擊和防禦 加10% 如果坐的機體和人物 是G Gundam系列 加15% 那就加15% 3的就是 70%發動率 敵單體全BUFF加5% 如果坐的機體是 那個叫 新... 什麼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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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知道 這個軍隊 就會減15% 敵單體 4技 就... 4技 就... 100%發動率 攻擊和防禦 加14% 這個人物的技能 就... 某程度上 已經是上一個版本的技能 來的了 那... 你問我 他強不強呢 坦白說 他... 我覺得他... OK的 如果是CAM 他去... 用他去揹... 那部... 東方一霸... 不是東方一霸... 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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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不知道叫什麼 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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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數值都不頑皮 都減了15% 雖然說上個版本 但數值上都OK 抽到回來 但我想說多虎不敗 有多幾隻 帶馳都有 一個金色版本 爆金模式 應該也有 有這個東方一敗 對於一個略短的對比 這個東方一敗 我覺得這個東方一敗 但當然 三技有一點分別 三技有一點分別 隊長技能都OK 都不頑皮 但也有一句 哪個比較痛一點 我覺得暫時 這個不要爆金的東方一敗 是比較全能一點 全面一點 因為他加攻上也做到 四個技能上也做到一些 輔助加攻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太差 但整體 整個人物詞來說 我覺得不值得抽 所以我不建議抽 石洞 為了激活步一升機 你問我值得一抽 你有整個組合的話 而追石洞 我覺得可以考慮 否則 東方一敗和盜門 真的差點一點 我真的不建議 如果追盜門 也可以考慮 但盜門也復刻了這麼多次 我不妨可以等下 那影片都差不多到最後了 那最後是說什麼呢 最後就要說一說 少少下回預告 下回預告我應該會出一條影片 是人物專題的 專題分析的 應該會說哈曼 還有哈曼和折道 AZZ 雙手套系列 那麼就 敬請期待 那影片不久的將來會出的 那 最後最後節目預告 真的是節目預告 那 連攜的軌跡我都已經打了 那 連攜的軌跡上面呢 機屬我用這隊的 其餘的我未試 你以身我都有閃光高達 所以我兩下已經過了 但是你問我 我也嘗試出片打 因為之前也出片 有講上兩個防屬的系列 今次我也不想錯過 期望我能夠打到 因為其實這個 啪啪拓斯系列 就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部機還未升 要花一點時間升 近來也比較多片 我預計星期一才出 我都會照出的 不論其他人有打 有出攻擊 我都會照出的 除非我打不到 除非我打不到 拿不到獎勵 不出 否則都會出的 你們期待就期待 不期待就不要期待 真的差不多了 今天就到這裡 下一次也有一句 會出人物分析 專題人物分析 哈曼和截道篇 雙圈 雙圈 也涉及一些雙圈 都會略詳盡 說雙圈和雙圈 一些微妙關係 會透過哈曼去說 雷王哈曼說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下條片見 拜拜